hello 欢迎学习扒中个人 那么实际上一个的话 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了一下 就是在这个代码当中 如何去自动登录 以及保存这个cookie 那么下次我们再去访问一些 需要cookie的一些这样的页面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去使用这个opener就可以了 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 另外一个知识点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这个cookie 对吧 我们想保存在本地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cookie保存在本地 我们就直接使用我们这个cookie里面的 另外一个子类 使用这个cookie加 就要当了个另外一个子类 就叫moz的cookie加 这个moz的cookie加的话 它是一个满足 满足这个火狐公司的一个这样的标准 一个这样的cookie的一个这样的文件 大家就知道 那个cookie这个标准的话 第一之前的话 就是我们的火狐这个浏览器 它制定的 就是火狐那家公 那些浏览器所属的那家公司 也就是王警公司制定的 那么我们现在写的话 就直接使用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好 那么使用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非常方便的去保存一个人的cookie信息 那么我们用法还是跟我们之前的cookie加是一样的 对吧 手机的话先创建好一个人对象 但是我们的moz的cookie加和我们之前的 普通的cookie加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moz的cookie加的话 它是应该要把cookie加保存在本地 那么保存在本地的话 你就应该给它指定好一个文件 给它指定好一个这样的 那个保存cookie的文件 对吧 那么我们给它取个名字 叫做cookie.tsd文件 好 那么创建完这个cookie.jil 接下来就使用这个htd cookie processor 创建一个这个hand的 那么接下来再使用这个hand的 创建一个这个opener 对不对 然后再去打开一些这样的页面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写一下 from下这个urlab url lab对吧 inport下这个什么呢 request 还有是什么呢 from下这个htdb.coogie加 inport下这个moz的moz的coogie moz的coogie加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创建一个coogie加 coogie coogie加 然后的话等于这个什么呢 moz的coogie加 那么这个地方传入一个名字就是你这个coogie 这个我要保存在你这个电脑当中的哪个地方 哪个文件当中 对吧 那么我们就让它保存在当前这个项目的那个叫做coogie.tsd的这个文件下面 这个文件下面 好吧 那么为了跟大家后期演示的时候 后期演示的时候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不会尝试疑问 说的话我就先把这个coogie.tsd这个文件先把它给删掉 先把它给删掉 好 创建完这个coogie.jil 接下来我再去创这个hand的对吧 hndl一样 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request下面的那个stbcoogieprocessor 然后的话把这个hand的给进去啊 啊不是hand的啊是那个coogie.jr啊 好 那么接下来再使用这个hand的创建一个opener 对吧 opener一样等于这个什么呢 request下面的那个 啊不知道啊是request下面的build bui build on 再把这个hand的给进去对吧 好 那么拿到这个opener以后我们就会去向相关的网页发送请求的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那句话就给那个百度发送一个请求啊 那么就是 isp response 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open的 点open啊 然后的话把这个htv啊 htv 那是3w点百度点看母啊点看母啊 啊 啊那么返回也发送完这个请求以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打按一下他的这个返回值好吧 呃这个返回值的话我们可以不要哈 这个返回值我们可以不用打印我们这些话就不就打印了 因为我们现在关系呢就是这个coogie信息对吧 关系的是这个故意信息啊 那么你现在执行完啊执行完这个打开这个百度这个网页的时候其实百度的话就将就已经将啊这个相关的coogie 信息已经存储到这个coogie加当中了啊 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另外一部分工作就是将这个啊 库比信息把它给存储到本地对吧 那么存储到本地的话还需要调用我们库比这样的一面的一个方法就是save方法啊就是save方法 那么我们这个save方法的话 他需要传立一个什么呢 需要传立一个叫做file类的一个这样的呃 呃参数啊 那么file类的这个参数的话就表明你当心这个coogie要存储到哪个文件当中啊 啊那么如果你在穿进这个most的coogie加的时候已经给他传递的这个已经给他传递的这个文件名 那么你在save的时候就不需要给他指定了 那么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有给他传递 你在save的时候就需要给他指定一下 好吧 好那么这个让我们右键来运行一下啊 运行的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这个地方就多了一个叫做cookie.tsd点个文件 对吧 那么我们上次来打开下 这的话是不是就存储了三个这个coogie信息啊 对 存储了那个三个coogie信息啊 那么这个信息这些coogie信息的话就是百度给我们提供的 百度给我们提供的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呃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保存一个coogie信息非常简单非常简单 好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的话是呃保存的是那个百度的coogie信息 那么接下来我再来保存一下另外一个网站的coogie信息 就是之前我们跟大家接受过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httpbin的这个网站啊 那么在我们的http这个网站里面的话 他也有一个方法也也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真的API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cookies set啊 这个东西就是你设置你你直接这个方法的话 他就会把相关的值设置到你的那个cookie里面去 好吧比如说我们这地方是那个 cokies cookies 那是set 然后比如说我这个地方设置一个coogie信息是等于cost的一个spider啊 那么你把这个值把它给发送给那个httbin那个服务器啊 他就会将这个这个东西把它给设置到那个cookie里面去啊 设置到你的那个cookie里面去好吧 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指示一下啊 好直接的话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cookies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了一个就是costspider这个东西啊 不对 而且我们在这边点一下是不是有有一个coogie信息 然后来看一下是不是有有有有那个coogie信息就是cost是等于这个spider这个啊这个coogie信价 对对好那么新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个代码来去写一下啊 那么是那个 把这个页面把它给拿回来啊可能叫c然后是这个地方啊 下面的那个set的方法 然后是那个啊比如说叫做costcose等于这个abc 好吧等于这个mc随便给的啊 好那么可能讲什么东西啊 好那么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浏览器当中的话是可以获取到这个coogie信息对吧 怎么什么叫做获取到这个coogie信息呢 就是我去发送这个请求以后 流浪啊服务器确确确实实在我的这个本地在我的这个地方已经设置了这个coogie信息已经设置了这个coogie信息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再通过我的这个代码看一下我能不能获取到这个coogie信息好吧 或者说我在我的这个代码当中啊我我这个coogie信息能不能保存在这个文件当中好吧 好那么这个我们右键来走一下啊右键来走一下啊 好执行执行完了以后执行完了以后这个地方我们再打开一下哎 这个里面是不是没有存储任何的coogie信息啊对 他上面这三行的话是一个注释啊没有存储任何的coogie信息这个话可能就一里懵逼了是吧 明明我们在这边已经设置了这个coogie啊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使用这个代码的方式啊这个coogie的话就不行了啊 其实原因是这样的啊原因是这样的我们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coogie他的一个人的过期时间这个过期时间是什么呢 浏览器浏览画结束以后这个coogie他就会过期了浏览画结束以后 coogie就会过期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代码当中的话 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代码当中的话啊呃我们首先的话先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浏览器当中的啊 啊这个浏览会话结束后这个coogie过期是什么意思啊在我们的这个浏览器当中啊你啊这个浏览会话结束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是只要你把整个浏览器全部都把它给关闭掉了 那么这个coogie信息就会过期了这个coogie信息就会过期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先打开个网页我先来到那个百度页面啊 然后我先我把这个什么呢我把这个页面把它给哎我我先一步步来吧你先不用管那个啊先不用管刚刚那个就是我现在的话是这个fbog下面的话是 有那个什么的cost那个cost那个cookie对不对是有那个costcookie啊那么接下来啊我把这个浏览器关掉啊那么这个cookie信息它就会马上过期了好吧 我们再来打开了给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是那个htb 再来走一下啊好来打开这个啊来打开这个哎哟 打开这个htb啊 cookie下面的话是不是没有那个cost那个cookie信息啊对不对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cookie信息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吗那个cost那个cookie信息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对不对好那么这个cost cookie信息不在了不在了以后啊说明我们的cookie是已经过期的啊那么这个的话是在浏览器当中啊那么如果放在我们的这个代码当中的话啊就说只要你这个cookie只要你这个代码执行完美以后那么这个绘画就已经结束了这个绘画就已经结束了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这个cookie信息其实就已经过期了啊其实就已经过期了所以的话我们这边就保存不了那些啊已经过期的一些真的cookie信息明白此法 所以的话如果我们想要去保存那些什么的啊即将过期的一些真的cookie信息我们就需要给他传另外一个参数叫做什么呢叫做ignore discord让他这个东西等于处啊这个东西等于处以后他就会把这个cookie信息也把这个即将过期的一些真的cookie信息也会保存下来好不好好这边我们再来运一下 好运行完之后再回到这边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cost等于abc的这个cookie信息就已经保存下来了对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啊保存那个什么的即将被丢弃即将过去的一些这样的cookie信息好吧好那么这个啊这个的话就是保存cookie信息那么我们有些时候的话啊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想就是本地保存的这个cookie信息对不对那么以后我们想要去筹用这个cookie信息想要去把本地的这个cookie信息拿到啊访问的页面 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使用到另外一个按数就是那个漏的行数就是从指定文件当中把它给把这个cookie信息把它给加载进来好吧好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那个cookie有个方法叫做漏的啊那么这个漏的方法的话同样也是需要传一个firelab这个参数啊那么这个firelab这个参数的话啊如果你在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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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ノ language的时候就是在3 o например咱们就是viewer我們 这个cookie 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可以将加载进来的这个cookie把它给打开出来好吧 那么我我们这里办的话 要改一下啊 右键来运一下 没有打印是吧 没有打印的话 说明我们这个 呃 酷给是已经那个了啊 是已经 啊 啊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的我们那个漏的函数啊 也是需要传立一个三十号 你漏的如果只漏的话 他为什么呢 他会把那些过期掉的那些 酷给信息把他给伤掉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也要去写 也要去写这个参数啊 也要去写这个参数啊 就是将这些被丢弃的这些酷给 也要把它给设立为处 这样的话 他就会把这些过期的 酷给信息 也把它给加资进来啊 那么我们的家再印象啊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打印出的 这个酷给信息是 cost等于apc啊 对 好 那么这是 这是这样一个啊 那么我们这个呢 还是要跟大家说明点 就是呃 这个酷给信息啊 如果是那些啊 浏览器关闭以后 就会马上过期的 这些酷给信息 如果你想保存下来 那么的话 就是在save的时候 给他传递一个 一个node等于discard 等于是 一个node discard等于处 那么如果我们在加载 这个酷给的时候 如果我们想要把那些啊 已经过期的 那些酷给信息 把它给加资进来 那么的话 我们也是需要传递 这个node 等于下午线discard 等于处的这个参数 好吧 不然的话 这个酷给信息啊 就不会被加资进来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那个酷给的 那个保存 以及加载啊 呃 就是大家以后 再去写那些爬充的时候 对吧 如果你的爬充 有些时候爬 爬这个数据啊 呃 他 你这个酷给信息 你为了 你凡万一不用每次去爬的时候 都需要登陆 那么的话 你其实就可以把这个酷给信息 保存在本地 那么下次再去爬起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酷给信息 把它给加资进来 对 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 比较完美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呢 这期课程就讲到这里了啊 感谢大家